天高海阔 张修杰 我本人也很多疑惑 为什么说疑惑呢 这个气球从现代的间谍手段来说 它有多先进呢 其实我不觉得它有多先进 第二 它飘到美国来这么长时间 它能够侦测到美国什么样的机密情报呢 而这个间谍手段 现在已经有卫星啊 还有很多很多间谍手段 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么简单的气球 来刺探美国的情报 中国政府到底想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来影响美中关系 或者影响世界格局呢 在这点上啊 确实很多人都有迷惑 我们先来看近期中国在外交上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这次美国击落了中国这个气球 那么中国表达了这个强烈的抗议 还要保留这个权利那个权利 甚至因为这个气球飘进了美国 导致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去中国访问了 中国政府说从来就没有这个访问 这个说法真是令我非常的震惊 在习近平跟拜登在巴厘岛见过面之后 说两国元首达成了这个共识 这共识是什么呢 就保持沟通 保持沟通用什么来表现呢 就是布林肯要到中国访问 那么后来刘鹤跟耶伦在瑞士还有一个会谈 会谈完之后呢 耶伦也要来中国 等等的这些两国官员 两国高层官员的这个互动啊 很明显是美中双方都试图想改善双方的关系 美国经常讲不想跟中国脱钩 不想跟中国对抗 但是呢跟中国是个竞争关系 中国其实目前所出现的这个经济困难 很明显中国也希望美国生产供应链的转移 这个计划要停止 美国以及先进工业发达国家的外资 还要继续投入中国 让中国的经济再次飞速发展 这是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实的需求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气球飘入美国 然后导致布林肯不去中国访问 按道理说 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可以不表态 因为布林肯访问中国是双方高层官员的一个互动 他说不来了 中国也就接受布林 尊重布林肯这个决定就大不了了 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居然说 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布林肯访华这个计划 你其实翻看一下 过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非常明确的讲过 欢迎布林肯访华 这就让我想起了中国大陆一位名人叫李承鹏 他所说过的一句经典的名言 就是人民日报每一份都好看 但是变成核定本就不好看了 什么意思呢 像我这种在中国大陆当过记者的人 最能够理解这句话 就是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是说很长历史时期 很短可能在几个月或者是半年 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当中 会把自己的很多观点完全给颠倒过来 我年轻的时候当记者 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一年我们报纸的健康版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吃糖有种种坏处 什么导致糖尿病啊 导致这个病那个病啊 反正吃糖就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 一个行为 我对这篇报道的印象非常深 倒是到第二年呢 同样是在我们报纸的健康版 又登出了这个医学专家建议 说吃糖是人身体必须要吸纳的 很多很多元素之一 如果不吃糖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这个生命健康 当时我就十分不解决 跟这个主编说 我们去年登过这篇文章 我印象很深啊 为什么今年又这篇文章呢 主编笑笑说 去年甘蔗产量不好嘛 所以呢 要让大家少吃糖 今年中国的甘蔗丰收了 糖的产量增加了 如果不吃糖的话 糖卖给谁啊 这就是李承鹏所说的 人民日报每一份的好看 核定本就不能看了 那么中国外交部 好像也陷入了这个怪圈 前两天才说 欢迎布林肯来访问 现在又说 根本就没有布林肯访问这回事 中国外交部这个说法 无非就是想给自己 在面子上找回点 你布林肯来不来访问 根本我就没有邀请你 你爱来不来 你来访问呢 我还未必欢迎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布林肯访华 是拜登跟习近平 在巴厘岛两个人见面 所达成的共识 中国这次这个气球的行动 令我实在看不懂 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其实何止是一个气球 最近中国的外交政策 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到底有没有变化呢 令外界完全没有办法看得懂 比如说战狼外交 过去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赵立坚离开了外交部 关于赵立坚离开外交部 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我也不想跟大家去讨论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因为毕竟在墙内传出来的消息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很明显 中国外交系统 这一段时间的战狼外交的言论 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很多人说 中国现在看来 经济上出现了问题 中国需要西方国家 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 停止生产供应链转移 更加希望西方国家相信 中国还是继续改革开放 欢迎外商投资 中国还是市场经济等等 这些消息 我们在中国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当中 似乎看到了这种转变 比如说驻美国的大使秦刚 回中国当了外交部部长 这本身就是一个美中关系政策的信号 因为如果中国不重视美中关系的话 就不会让秦刚这个驻美大使 回去当外交部长 那么似乎中国改变了战狼外交的一些做法 态度开始变得温和了 因为中国希望继续跟世界 保持紧密的这个合作 在中国态度变得温和的时候 当然美国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的封锁 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一些生产供应的转移 等等这样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似乎又想反制美国 前不久中国才推出了反制裁措施 然后禁止一些技术出口 这些禁止技术出口 很明显 中国还是想在这个态度上 表达自己不屈服的强硬 那么到底中国是想 在目前经济困境情况下 向西方国家做一些温和的妥协 甚至是屈服 还是中国要跟西方国家继续对垒下去呢 这样让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 不同的做法 习近平到底想不想重新修复 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呢 似乎习近平愿意跟拜登开电话会 开完电话会 又愿意在巴黎岛见面 见完面之后呢 又安排这个两国高层官员的互访 好像似乎是真是想改变这个美中关系 但是一些实质的政策呢 似乎又看到了美中在继续对立 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看待中国 一个最值得西方国家疑虑的地方 也是西方国家现在慢慢对中国 失去信任的地方 就是中国往往讲的跟做的是两回事 而在这个集权的体制之下呢 多变的是政策 不变的是意识形态 比如说清零政策 说坚持坚持了三年 那是说变一夜之间就变了 比如说在这个防疫问题上 怎么看待外国先进的疫苗 怎么样看待外国的药物 中国的政策总是让西方看不透 这也是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 觉得最难以信任的一点 而这次这个中国气球飘入美国呢 就把这种言行上的不一致和政策的矛盾 表现的淋漓尽致 本来这个中国气球飘进美国 无论你从什么角度 比如说是失控啊 比如说是无意啊 无论从哪个角度 中国的这个气球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平流程飞艇 它都侵犯了美国的领空 既然你的飞行器侵犯了美国的领空 无论如何 你要事先表达一个歉意 哪怕这是无意的 你也侵犯了美国的领空 但是中国从头到尾 在美国这个发现气球 到气球离开 再发现气球 然后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 这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都没有表达一个歉意 到最后中国承认 这个气球是在失控的情况下 飘进了美国 飘进了美国 无意中飘进了美国 就不算是侵犯别国领空吗 很明显这是侵犯了美国的领空 但是中国政府 为什么是用这个态度 来对待这个事情呢 中国政府在这个放气球 进入美国这个事情上 中国到底在外交上 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中国气球飘进美国 中国的这个态度 令人费解 本来这个中国气球 侵犯了美国的领空 无论你是无意的 还是有意的 最起码要向美国 表达一个外交态度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中国从头到尾 没有为自己生产的航空器 进入美国 讲过半句道歉的话 并且在美国击落之后呢 还表达了强硬的外交态度 中国到底在这个气球问题上 无论是放气球 还是抗议美国击落这个气球 中国到底想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呢 关于中国气球进入美国 现在有很多争论 之前我们讲过了 有人说是间谍 我觉得中国的气球 有这个收集情报的这个功能 这是肯定的 问题是他收集的情报 是针对美国的军事目标呢 还是其他呢 这个要等美国打捞到气球残台之后 我相信中央情报局也好 联邦调查局也好 应该会给公众一个结论 毕竟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么中国气球 飘进美国来做什么呢 有很多猜测 我觉得有一种说法 是目前我觉得最可信的 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个平流程飞艇啊 确实正在试验过程当中 但是他飘进美国的目的呢 是要了解美国上空平流程的相关数据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了解美国平流程的数据呢 据说这是跟超音速导弹有关 之前我们讲过了 超音速导弹的原理啊 它是穿过大气层 到了外太空 然后呢 在垂直的向军事目标发动攻击 这种情况下 这个导弹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令到现有的这个雷达防空系统啊 没有办法防范 首先这种说法 我是存疑的 是不是一定没有办法防范呢 我对此表示怀疑 那么我们且不说我这个怀疑 就是这个导弹运作的原理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导弹能不能够快速的击中目标呢 这个跟平流程的相关的气象数据 据说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修杰本身不是军事专家 所以我只是看到某些军事专家这么说 那么中国的这个气球呢 为的就是要收集美国的平流程的气象数据 所以才要用这种方式 所谓的间谍收集情报的方式进入美国 因为这个气球 它正好就是在平流程来不断的运行 来收集这个数据 那么这可以为未来中国的超音速导弹 怎么样才能有效的 袭击美国带来一个依据 在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有些人说 哇原来中国想袭击美国 其实当中国觉得自己是厉害国的时候 中国我觉得没有一天不想袭击美国 只不过需不需要袭击美国 以及中国的武器设备能不能袭击美国 这跟当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是一样的 因为要打破美国的霸权 怎么可能不跟美国发生冲突呢 所以说现在有些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的这个气球 为什么要长时间停留在美国的平流程呢 就是要收集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知道大气层分成五层 平流程的数据对超音速导弹有用 那么其他的云层对超音速导弹就没有影响吗 所以我想如果超音速导弹这个猜测准确的话 我想中国应该收集的不只是平流程的数据 那么从外交角度 中国放这个气球导致跟美国发生了这个外交冲突 中国有没有一个预定的目的呢 我个人觉得是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美中交往的这个40年当中啊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生活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那个时候美中双方的关系就是那句话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这个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这个状态之下 大家回顾美中关系发展这么多年 是不是美中发生过很多冲突 而这些冲突呢 往往是以美国向中国让步 而不是中国向美国让步而告终 我们现在都很熟知的 美中之间发生的比较我们印象深刻的冲突 比如说1999年 美军的飞机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那么在这个事件上呢 美国肯定是理亏的因为美军最终找了个理由 说这个飞行员用了一个错误地图 这种说法其实你稍微对这个军事有点尝试 你就会知道这个说法肯定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美国一定有一个必须要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理由 据说就是南斯拉夫不击落了美国的一个隐形飞机吗 中国的大使馆拿到了相关的资料 美国一定要通过这个导弹袭击呢 第一是警告中国第二呢要把他相关的这个材料给销毁掉 这个说法我不确定他是真是假 但是呢这个事件导致美国向中国正式道歉 并且向中国做了一大笔赔偿 因为中国的示威行动也砸了美国大使馆 所以我记得好像是美国向中国赔了两千多万 中国呢向美国赔了三百多万 反正双方互有损失 但是这个事情之后啊我们明显看到 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方面态度积极多了 按道理说美中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克林顿政府还态度积极的多呢 有人认为说这是克林顿政府背后的这个利益团体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利益 其实啊在美国做了一个定向示威 说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有好处的时候 美中一旦发生矛盾 美国都会想啊算了 把这个矛盾赶快平息了 让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让中国变成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国家 所以中国在这种事情上往往可以得到美国的让步 另外一个例证就是中美在南海上空的飞机相撞事件 那次飞机相撞事件根据美国的说法 是因为中国的飞机对美国的飞机进行挑衅 然后呢技术没有掌握好 导致了中国海军的那架歼8飞机最终坠毁 而飞行员呢也失踪了 根据美国飞行员的说法 他们看到两个飞机相撞之后呢 中国的军机马上断成了两截 所以他们预判那个时候 中国的飞行员就已经死亡了 那个事情最终闹到双方又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当时已经是小布希政府了 但是小布希刚刚上台是2001年的事情 大家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加入世贸组织吗 就是2001年的年底 而中美飞机相撞就发生在2001年的4月份 这个事情最后美国向中国表达了遗憾 因为毕竟美国觉得是你的飞机在挑衅我 所以我没有理由向你道歉 虽然讲了一些类似道歉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英文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啊 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比如江泽民当时就跟美国政府说 他说你们美国人走在街上 两个人互相撞了一下 双方都会说一声sorry 难道你就不应该向我们说这一句吗 sorry这个词在英文来说 其实并不代表我做了事情 向你表达这个真诚的认错 并没有这个含义 它更像广东人通常所说的不好意思 反正呢 这个事情呢 美国没有道歉 但是表达了遗憾 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中国就在当年顺利的加入WTO 那么所以中国在过去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中国似乎都得到了这样一个经验 发生冲突之后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最后双方退一步 这个事情平息了 而美国呢 就会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好处 这次这个气球飘进美国 会不会又是这个思维影响了中国的决策呢 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既然看不懂这个事件 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美中高层即将会面的时候 你要派一个气球飘进美国 你明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这是侵犯了别人领空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呢 而被发现之后 为什么又没有一个相应的态度 能够让这个事情平息 并且跟美国要发生冲突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 跟美国发生冲突 过去中国得到了很多好处 只要控制这个冲突 不要把它变成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比如说是局部的战争 只要不达到这一步 中国总会获得好处的 那么这次这个气球飘进美国 是不是中国在外交决策上 又是这么想给美国找一些麻烦 让美国这个时候 在这个跟中国的经济合作上 对中国有所让步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平台 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